第199集 他们隐约之间看到一条血龙在剑气周身缭绕 这一剑绝不是寻常的剑意 叶辰怒了 虽然施血斩要他付出极大的代价 更是会让他伤上加伤 但是就算死 他也要这群人付出代价 所有人看着眼前的变化瞪大了眼睛 无比惊愕 就是现在 破开一切 伴随着夜沉的一声怒吼 嗜血斩带着无比璀璨的光芒 如彗星划过长空 与所有人的一击碰撞在了一起 清脆的声音当中寒芒闪烁 所有兵器直接碎裂化为粉碎 有些用拳脚之人 手臂和脚更是炸裂开来化为一道血雾 这是何等逆天 强大的气浪向着四面八方冲撞 暗速山砸飞出去 长袍老者狼狈地坐在地上 其余修为低的人 直接更是吐出了一口鲜血 虚弱到极致 这一箭之威吓人到极致啊 但是夜沉却是所有人中最惨的 他的丹田没有一丝真气 强大的疲惫之意袭来 难受 鲜血攒动 整个人与泥土灰尘混合 凄惨得无法形容 他真的尽力了 在没有轮回墓地的帮助之下 他只能做到这样一击了 就算滑下宗师榜前十的强者 在他这种处境下也扛不住啊 他靠在身后的墙壁之上 大口大口地喘气 朱雅见状连忙冲了过来 死死地护在了夜沉的身前 叶先生 您还好吗 别吓我 叶辰点点头 想要伸手拿口袋的丹药 也没了力气 没事 他咬咬牙吐字道 他那血红的眼睛如一头恶狼 眼神冰冷疯狂地让人不敢直视 他的身上只有鲜血的味道 只有疯狂 只有暴力和杀戮 但是此刻 长袍老者和安苏山已经站了起来 这两人是在场实力最强的人 就算扛住了夜沉的一击也不好受 他们握住地上的刀 一步步向着夜沉走去 是个人都能看出夜沉 已经没有反击的可能了 此子已到极限 我只要此子的头颅 那域外之物归你 长袍老者道 安苏山一正 点点头 这种蝼蚁的命和我无关 我安家只要域外之物 陶颅你拿去便是 两人已经达成交易 很快就来到夜沉的面前 此刻的猪牙张开双臂 护在夜沉身前 你们难道不为自己的行为脸红吗 这么多武道强者 对付一个晚辈 羞耻心何在 要想动夜先生 就先杀了我 朱雅抬头挺胸 决然到了极致 安苏山一巴掌扇出 朱雅直接被扇到了一边 根本阻挡不了 夜沉眸子心红 愤怒到极致 长袍老者已然提起了刀 冷笑道 夜沉 今日我就带你头颅回京城 刀落杀鸡爆发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千军山静伏寺 那扇尘多年的大门突然打开 一道恍如远古终生的声音 悠然响起 此子 我静道要留 谁有异议 这一刻刀悬在了半空之中 一股无形的力量阻碍了 因为千军山的那位传说人物出现了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在夜沉必死之际 那个传说人物竟然出现了 而且态度很明确 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保下夜沉 这一刻 整个千军山顶 连呼吸声都没有了 所有人的身躯几乎实化 更是瞪大了眼睛 怎么可能 这种级别的强者 居然亲自出面 保护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辈 所有人视线不由自主地 看向那座寺庙的大门 静佛寺 更是武道界的一处境地 只因为一位叫静道大师的强者 十年前 他是宗师榜第十一的存在 十年过去了 他的实力究竟如何 没有人知道 甚至有传说 静道大师 曾和当今宗师榜第三的强者 有过一战 却是平局 虽是传说 但是足以让人畏惧 所有人心中只有一句咆哮 他夜沉凭什么 凭什么他能得到 这种前辈的青睐 凭什么会被这种强者 如此强势地拯救 渐渐的 一位穿着袈裟的老者走了出来 步履很轻 没有一丝气息外放 就算没有强者气息 但他每走一步 就仿佛狠狠地踏在在场鼓舞者的心头 四分五裂 想杀夜沉的那人 眸子一凝 极其严肃 他很清楚 这是斩杀夜沉最好的机会 他不想放弃 他也不顾静道大师的存在 想要凝聚所有力量 斩在夜沉的脖梗之上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你没有听见我的话 是吗 雨落那位长袍老者 手中的刀直接碎裂 一道碎片更是射入了他的小腹 滚 静道大师伸出手 五指一握 一股极强的劲气爆发 长袍老者直接被摔了出去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吐出了一口鲜血 彻底昏死过去 这一幕把人吓傻了 寺庙里的大师 不应该整天贫僧贫僧 更不应该主动出手伤人啊 但是这眼前的静道大师 又是什么鬼 一股阴影就这样笼罩在 所有人的心头 静道大师已然来到了夜沉的面前 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安素珊 淡淡道 我要带走他 你有意见吗 安素珊吓得全身发抖 在这种传说级别的强者面前 他敢有什么意见啊 没 没有 好 静道大师点点头 伸出手 直接将夜沉扶了起来 向着那座寺庙而去 这位小姐 你应该可以自己走吧 如果不介意 可以在寺庙中休息一晚 这句话显然是对朱雅说的 朱雅捂着有些红肿的半边脸 点点头 直接跟了上去 就这样 三人向着静佛寺走去 闲停信步 根本没有人敢阻拦 所有人看着那远去的三道背影 咽了咽口水 他们的心中不断震颤 甚至大部分人还没反应过来 十年了 整整十年 静道大师没有出现过 任何事情也没有让那扇大门打开 他们甚至不知道 静道大师这十年是怎么活的 但是这一刻 他不光出现了 甚至光明正大的带走了夜沉 死子若不死 他日回来 必然麻烦 关键此刻 谁敢阻拦呢 长袍老者都没有还手之力 他们算个屁呀 就在这时 静道大师脚步突然停下 他背对着所有人淡淡的声音响起 这么多年过去了 终于有人让我产生了一丝希望 很好 但是你们所有人让我很失望 你们这群萧小之辈 不配站在静佛寺外 十秒之内 如果让我发现你们还在 格杀勿论 雨落 大门关上 整个千绝山之顶 裹上一层极其冰冷的寒意 一秒 两秒 到第三秒的时候 人群哗然 下一秒 众人更是扛着手伤的同伴 纷纷向着下山的方向而去 十秒过后 整个千绝山顶没有一人 宗师震怒 无人敢留 敬佛寺 叶晨被敬道大师 直接扶在了床上 随后 他取出一颗丹药 直接放在了叶晨嘴里道 此丹对你有好处 不要抗拒 叶晨点点头 丹药入口 伤势果然减轻了不少 谢了 叶晨吐出这两个字 竟到大师没有理会 而是看向身旁的猪牙 淡淡的道 这小子 今天晚上有你照顾 我去为他采一些草药 他的伤势很重 说完 他就向着外面而去 就在这时 叶晨开口道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房门关上只留下一句 悠然的声音 我敬道救人不为什么 如果真要说一个原因 那就是你对我胃口而已 很快 整个房间就剩下 朱雅和叶晨 房间虽然很是简陋 但是该有的东西都有 朱雅去外面打来热水 拧干毛巾 小心翼翼地 给叶晨擦拭 叶先生 对不起 刚才我帮不了你什么 朱雅有些自责 毕竟叶晨是他带来的 叶晨看了一眼朱雅 僵硬地伸出手 很是艰难 他触碰到朱雅 有些红肿的脸庞 轻声道 还疼吗 不疼 叶晨点点头 随后毛子泛着一丝冷意 一字一句道 你这一巴掌是因为我 等我伤好 安素珊会死得很惨 朱雅摇摇头 叶先生 只不过是一巴掌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叶晨没有继续说话 而是闭上眼眸躺了下来 他直接来到轮回目的 那黑袍老者 已然出现在了叶晨的面前 小子 你会不会怪我当时不出手 黑袍老者开口道 叶晨摇摇头 他看了一眼头顶的那条血龙 冷声道 一直以来 我太顺了 如此一次对我来说 也算是好事 何况那条血龙 因为这一次 已然扩大了一倍不止 还有 我应该又可以突破了 黑袍老者 毛子微眯 对叶晨越来越欣赏 随后开口道 你还有最大的好处 没有说啊 那便是这 玉外灵石 雨落 黑袍老者大手一挥 一颗璀璨的 玉外灵石 直接悬浮在了 轮回目的的头顶 红光照耀大地 近百座墓碑 剧烈的抖动 其中两座墓碑 更是产生了一道裂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